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学区录制的C元视频教程 这是我们的论坛 3w.自学7.com 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在上面提出 本节课是C元第16课 C元之使用关系运算符和表达式 本节课我们首先讲一下逻辑运算符 中间这个语 这个货我们已经在上一节的货循环中来讲到了 都外循环中讲到一些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三个是如何使用 以及每一个是什么含义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这个语 语的话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条件 条件一 条件二 语就是同时满足 那么整个表达式就整个条件就是满足的就为真 那么在C元中的真和假的话呢 是通过零或非零来判断 非零就是说大于零 就是我们大于零的就是 真小于零或者说等于零的就是假 那么就说当条件一和条件二 表示同时满足 那么就这个就满足 那么这个整个条件呢就是为真 那么我们这样来说呢就有点那个我们写一个代码 比如 比如 比如还是用我们的if吧 if虽然没有讲但是这个用法非常简单 那么就在这用一下 嗯 条件一是什么呢 一小于二 且 就与三大于一 三大于二 那么满足的时候呢 我们就输出 输出真 就是输出 自学7吧 就输出这个吧 就是当这个条件是真的时候 我们的if语句的话就是 当这个条件为真 或者说我们不用这个 我们用well 它无限行完 这个先判断条件满足的时候 它才会输出这个 我们来运行看 编译 好 链接 好 一直在输出自学7 自学7一直没有停 好 按CtrlC停 清评 那么就说明这个条件是满足的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语的意思 语的意思就是 同时 两个条件 就是嗯 呃 运算符 两边的 同时满足 整个 条件 才为 才才 才为真 就这个条件和这个条件 就这个运算符两边的这两个条件 都满足的情况下呢 这整一个 才 整一个表达式呢 才 算 满足条件 其中有一个不满足 那么这个都不满足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改成一大于二 那么一大于二很明显是不满足的 就是一肯定是小于二的 那么大于二呢 它就是为一个假 那么就是不满足 那么其中一个不满足 整一个也就不满足 我们可以看这个运行的结果 我们同样编译 编译 运行 就什么都没有输出 那么就说明这一段没有被运行 那么就说明 这个条件不满足 它就不会执行这个循环体 那么这就外循环语句 得个特点 那么就可以看出 那么这个条件是不满足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语 那么还有一个或 或的话同样的用法 或的话 它就区别就是什么呢 或 两个竖线 叫或 条件一条件二 用法就是 条件一 然后或 然后条件二 这样条件 它的运算符条件 什么情况下满足呢 运算符 两 边的 只要有一个条件 满足 整个条件 的结果为真 这个就是条件一和条件二 只要有一个满足 或者就是说条件一或者条件二满足 那么整个条件都为真 那么我们这儿比如说前面我们的 是改成 语的 那么它就不满足 那么其中有一个不满足 这个不满足 那么它整个就不满足 那么如果我们改成 改成这个或呢 我们看一下 或 它又执行了 它又会输出了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 或它和语不同的一个地方 那么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飞 飞呢 就是感叹号 那么这个感叹号也是英文状态下的 大家记住 飞 那么这个飞就用法就 它只能对一个条件进行 比如说我们这儿飞 然后加一个条件一 条件一 没有条件二 那么它只有一个条件一 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嗯 它的条件是把我们的结果像 就是置换一下变成反的 比如说 嗯 本来满足条件的 本来满足条件 本来为真的 就说 用上这个感叹号之后呢 它就会变为假 反之一样 本来如果是假的 那么就会变成真的 那么怎么说呢 比如我们这儿 一大于二它是肯定是不会执行的 那么就是它条件是不满足的 那么我们可以运行看一下 编译 它什么都不输出 就说明这个不满足 没有执行循环 那么如果说我们加一个飞 加个括号最好 对它 因为我们优先级的话 考虑到 我们可以看一下优先级 我们看一下优先级是怎样的 我们搜 我们这个 罗金算福当的这个飞运算 它是比我们的一个大于小于啊 大于小于真的 比我们大于小于的优先级要高 所以说它会 如果说我们 我们是要运算这个的一个值 所以说我们需要先把这个包含起来 让它先计算里面的值 然后再对整个表达式进行一个 非运算 非运算之后 本来这个值为假的 那么它就会变成真 整个就为真 如果说本来为真 那么运算 加上这个之后呢 就会变成假 那么我们这一大于二 明显是假的 那么如果说加上这个 它就会变成真 变成真之后整个外循环就可以执行 就会执行 那么我们运行看 好 它同样跟我们预想中一样 它就执行了 那么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 语或非三个语句的一个使用 那么语或非三个语句 可能大家听到这 还就是知道一个简单的 那么我们今天来用个更简单的方法 来让大家记住 它是如何是什么意思 怎么去理解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论坛的这边 刚发的一个帖子 c或c加加板块下面 这语或非逻辑运算符的一个电路图 那么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生活中一个电路 电线连接的一个电路图 那么像这语的话理解就非常容易 语的话我们说过 要同时满足条件才能够执行 那么在电路中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开关的开合 就是开合和我们之前中 真假正好相对应 那么开就是真 然后关了就是假了 那么我们这两个条件 然后同时满足的时候 就是这很容易看很直观 就两个开关关一个 电线就是断开的 肯定灯泡不会亮 如果说我们两个开关都关上 那么整个灯泡就亮 就相当于我们整个条件满足了 那么就会执行一个循环 那么就为真了 那么就会指 这个灯泡就亮了 所以这就是语的一个电路图 大家去看一下理解 这就是这个 那么下一个或的电路图 那就是什么呢 或的电路图就是一个并连 一个并连电路 这是一个并连的 这是串连的 并连的电路 它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你看这边 无论你关哪一个 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是处于 就是连通的状态 就是说把这个开关开了起来 就是按下去 就开起来之后 就是连通的 连起来之后呢 它整个电路就通了 那么灯泡也就亮了 也就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货运算中的 一个 两个条件中 任何一个条件满足了 那么 它的条件就满足 这个大家就可以去这么理解一下 那么这个是很形象的理解 那么就对应着我们这边 或 那么这是飞 飞运算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它满足的 就是把满足变成不满足 把不满足变成满足 那么飞这个人有点 就是说不好弄 就是那么一个简单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当灯泡是亮的时候 我们给它切断电源切断电线 让它不亮 不亮 那么当它是暗的时候 我们把电线给接上 就像在这个操作一样 那么大家就这么去理解吧 那么根据这个来理解 这个与或飞的一个操作 那么这就是与或飞 那么还有前面这个什么关系算符啊 什么的 就是那些大于小于等于大于等于那些 我们就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么这这课我们就就随意的带过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就这节课就讲这么多 那么这些大于小于大家都前面已经讲过一些 大家就知道了 那么主要就是罗进算符 这与或飞 大家要理解 那么可以去结合这个图片去理解 那么如果有什么不懂 在下面提问 那么大家看一下 好了 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疑问 可以到论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